那所以我想明天呢 我们是一个非常欢乐送的一个活动 那所以呢我们也要再次的提醒 我们所有参与的支持者 不要与对方发生任何的冲突 我们有五字真言 但是我相信对方也有五字真言 第一个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一定会有冲突 那第二个他们一定会脱续 那第三个他们一定会炮轰 那第四就是可能会戴轿 那第五他们一定会不爽嘛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是盖高兴跟欢乐送 我们明天的主軸非常的明确 既然是高雄的周年庆 请大家谨记的这五大原则 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见证高雄光荣的一刻 谢谢 这是我们明天的游行的活动 再次的跟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 以及所有要参与活动的支持者 再次的呼吁 我们大家抱着欢喜的心 然后一起见证高雄欢乐的光荣时刻 谢谢